你預期什麼時候香港的P就會有一個上調 如果你想猜P什麼時候上調 最簡單直接看的就是看美國的P多少 因為最主要是香港的P和美國的P 都一樣有很大的關係 始終有一個互聯繫匯率在 如果兩地的P息差距很大的情況下 很容易對於一些機構投資者來說 他們會做一些調棄 或者是套現的狀況 美國的P是跟聯儲局的基準利率 但是差距大約3厘左右 就是在說什麼 在7月28日 當聯儲局要加到2.25至2.5厘左右 美國的P率就會是5.25至5.5厘的水平 這個P率你會發現就是很熟悉 就是因為香港匯豐最優惠利率 或者其餘的細P的最優惠利率上 就是這個位置 所以你看到近期很多聲音就是 去到9月份的聯儲局議息會議上 因為P率差距真的開始有一個擴闊情況 最主要更新 所以你預期什麼時候的P率上條 我都是跟市場的想法一樣 過了這次的聯儲局議息會議之後 應該就會更新 但問題是短線來說 你說9月那次還是星期四 9月那次市場每個都是這樣想的 因為就是P率經過這次之後 US和香港的P率才是跟著的 因為其實為什麼永遠看到 聯儲局加息的話香港不跟加 因為就是香港的P率 向來就是當美國壓到很低的時候 香港沒有壓到那麼低 因為就是經濟的狀況不允許 但問題就是香港的優惠市場 譬如大家很關注樓市 優惠市場上面 是深水清的 或者你有買樓的都知道 就是在說不只是用P率的 P只是一個CAP頂的狀況 相反地短線 大家最關注就是high bond 大家正在做的是high bond rate 所以為什麼近期本地地產股 做得比較差 就是因為high bond升得很小 就是剛剛我們在說 銀行體越跌下去的時候 high bond上升的速度就會越來越快 其實如果你參考幾次 之前試過的加息收期 high bond和high bond的息差 通常都是至多0.75左右 現在極限了 所以我想暫時來說 high bond應該都會有機會 因為美國的利率 大約是2.25至2.5左右 所以暫時來說 high bond未來又要回到一個極限水平 可能真的分分鐘升到1.5厘在這些位置 是有機會的 再加上加0.5厘 大家做過mortgage 可能利率就會上回到2厘在這些位置 但問題就是 說是否afford到影響性有多大 其實如果你看回現在很多新盤 本地的樓市新盤定價上的確是 已經沒有以前那麼積極了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負面興興一定會有的 那個down trend 還會在這裡 我們會在這裡 我們會在這裡 看看 我們會在這裡 我們會在這裡